我们在用Premier Pro剪辑影片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遇到影片剪辑软体速度变慢的问题 今天这期前面我就告诉你七个方法 在你不需要升级电脑设备的情况下 就能够让你的Premier Pro速度加快 能够让你的影片剪辑效率翻倍 解决你非常多的时间 hello大家好 欢迎我的朋友 我是Greyson 如果你想干好的今天YouTube频道 你想在网路上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 欢迎对我频道 是完全免费的 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 就能够接收到最新影片通知了 我相信大家在剪辑影片的时候 遇到的最头层的情况就是 遇到剪辑软体卡机的问题 有时候你可能只需要等待几分钟 但是有时候你等待了半个小时 它还在处于卡机的状态 这个时候你又不敢重启 因为你担心你的文件没有保存 重启以后就消失了 所以你只能等待下去 我自己用的是Premier Pro来剪辑影片 在我一开始剪辑影片的时候 我时常会遇到卡机的问题 但是当我运用了今天会和大家分享的七个方法之后 我再也没有遇到卡机的情况 不管文件再大 我也还是能够保持我影片剪辑的效率 不会浪费任何的时间 同时在这里我也准备了一份高项影片剪辑攻略 如果你能够按照里面的每一个步骤 进行新的化的剪辑 你会发现你影片剪辑的速度 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我也把免费的下一链接放到底下的评论区 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下 首先第一个方法就是 调整的序列设置 你可以来到Premier Pro 在这里找到序列 在这里选择序列设置 然后我们可以找到视频预览 在这里我们更改预览文件的格式 我们选择QuickTime 然后我们也更改编解码器 在这里我们选择这个 Apple ProRes 422LT 然后我们需要取消勾选这三个选项 然后我们选择确定 第二个方法就是调整内存设置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Premier Pro 在这里有个首选项 这里找到内存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已经安装的内存为8GB 第二个就是为其他应用程序保留的内存 我们需要把这个数值调整到越低越好 因为我们要保证有足够的内存给Premier Pro使用 所以像我这里我去调整到2GB 像我有6GB的内存是给我的PL使用的 然后这里优化渲染为我们选择性能 第三个方法就是调整你的回放分辨率 如果你的影片分辨率都很高 像是4K、8K 那么在你剪辑影片的时候 你的每一次回放 并不需要完全百分百的4K、8K像素 因为这样会变得非常慢 6GB可以来到你的Premier Pro 在这个影片展示区里面 你可以找到这个选项 当你点击下拉菜单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有完整、有1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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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 在这里就可以调整你的回放分辨率 这里只是暂时的调整你影片的分辨率 并不会影响你影片最后的效果 所以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选项 暂时调低你的回放分辨率 我个人通常使用的是 1分之1的回放分辨率 第四个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渲染程序 我们可以来到文件 这里选择项目设置 选择常规 在这里一个渲染程序 这里我们要使用的是 Premier Pro推荐的渲染程序 这样就能够保证 你影片在渲染的时候 会有非常快的速度 如果你看到这里 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希望你能够为这部影片点个赞 就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这部影片了 第二个方法就是 清理缓存文件 在影片剪辑的时候 会产生出非常多的缓存文件 如果你不能够及时的清理 就会造成你电脑的运行速度 非常的慢 选择这个Premier Pro 在这里选择首选项 然后选择媒体缓存 在这里可以让你选择 媒体缓存的储存文件 这里我不建议大家 储存在自己的电脑里面 我储存的位置是一个外置的硬盘 然后你可以选择这里移除媒体缓存文件 这里还需要进行缓存文件的管理 例如像我就是 每七天的时间 就会自动删除之前的缓存文件 第二个方法就是 创建代理文件 基本上每一个剪辑师 都会运用这个方法 去保证自己的Premier Pro运行速度 所谓的代理文件 就是按照高分辨率的文件 制作出一个低分辨率的文件 你在剪辑里面的时候 可以把代理文件连接到你原本的文件上 这样你就能够暂时的利用代理文件来进行剪辑 例如像我有两个文件 我都要制作成代理文件 我选择这两个文件 然后右击 这里有个代理 然后这里有个创建代理 这里的格式我选择QuickTime 然后它的预设是 1280x720像素 然后这里可以选择你代理文件需要存储的位置 然后你可以选择确定 然后它就会打开一个encoder 然后这个程序就开始创建它的代理文件 在创建完代理文件之后 我们可以连接这个代理文件 还是右击 选择代理 这里选择连接代理 在这里我们选择附疆 我们找到我们该存储的位置 选择这个文件 点击确定 像我们就连接了我们代理文件 在剪晶片的时候 你可以随时开启你的代理文件 或者是取向你的代理文件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按钮编辑器 在这里可以找到切换代理 然后你可以把它移到这里 这样你就可以打开你的代理文件 现在你就打开了代理文件 你可以关闭你的代理文件 现在就是关闭你的代理文件 最后导出影片的时候 还是你原本的像素 并不会导出你的代理文件像素 第七个方法就是 一键关闭所有的特效 在我们剪辑影片的时候 我们会加入很多效果 我们调色 我们会加入很多转场等等 这样就会大大降低 我们影片剪辑软件的速度 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按钮编辑器 找到这FX 然后移到这里 当你按下去的时候 就能够让你影片里面的 所有的效果都暂时取消 这样就能够让你快速的播放你的影片 不会有卡机的情况 然后你再点一下的时候 你所有的效果又回来了 所以这个功能是非常方便的 在剪辑影片的时候 如果你的影片剪辑软件非常慢 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影片剪辑的效率 同时会影响到我们影片剪辑出来的效果 希望这次影片分享的7个方法 能够让你的Prim Pro不再卡机 让你影片剪辑变得更加顺畅 但记得也别忘了去领取那份 高效影片剪辑攻略 会让你影片剪辑的效率更加提高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Prim Pro的教程 可以去看一下我这些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我点赞 同时订阅我的频道 了解更多关于影片剪辑 YouTube的内容 如果你想和我有更多互动 可以关注我的IG 那么下期再见 拜拜